逐步出户就可以享受美食 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叫外送 当发生问题时 客人可以利用客宿和外送平台反应 就是把东西丢在我家门口 但我不知道 我一开门 然后就发现我餐点被我的门回出去 真的是太晚了 他就停在那边 然后停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 就给他一个比较低一点的分数 外送员也常常会遇到客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如果无法满足就可能收到客人投诉 有的时候会送到居家隔离的 然后也算是想上去 帮我买面啊 可以帮我买饮料啊 他个人的用途 原本写四楼 之后要叫你送到五个加益 但是你不送上去的话 他给你付评 但是外送平台的客宿机制有许多问题 让有些外送员无故收到惩处 客人可以依照任何的理由去检讯你 平台会直接收你 他也不会去查证是否有许多 有外送员今天收到停权信 隔天却得到平台的表扬 惩处标准不明确 工会希望这些问题可以尽早得到改善 希望说各平台都有设立真人客服 客人一个负评或客宿就可能让外送员失去工作 希望民众能体谅这些辛苦奔波的外送员 多给他们一些温暖与理解 记者吴云桐张腾怀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扬